2023中央直播系列球員選發會排高雄一 第一輪第一順位知名選手林子偉 林子偉是出身於高雄那馬下槍的布農族好手 三級棒球型都在高雄發展並多次代表國家征戰 旅美十一年間曾經在2017至2031 五個賽季有大聯盟出賽紀錄 絕對是實力人群人群堅峻的極戰力球型 恭喜林子偉選手成為中華直播2023年的選秀狀員 接下來請副 一開始不看完我吧 但是我們覺得我們一步一步來 然後年輕的選手也沒有 今年就是傑希恩、智傑、安可大家都回來了 所以今年少了雙兵的戰線或是打線都變得比較穩定 然後脫手你看今年的那個羊頭鮮花都非常的穩定 剛剛比總有說 他說四五個月你們三個老將輪流跳出來 才會有抽到這麼好的戰績 我們其實在後面push啦 因為其實還是中生代的球員他們 跟年輕的球員他們要去比 然後我們跟... 重點不在我們身上啦 我們就希望能夠帶領他們 然後如何打一場好的比賽 果然是那一個男人 那一個男人 又來鎮上打擊區 不是 不是 另外一個男人 也是有關的另外一個男人 胡金龍 所以原本應該是想要換林毅全 沒有想說上場會接受到這麼多球員嗎 呃...其實有預想過啊 對啊 對啊 又剛好又在那個換戴達的時間 這麼久沒有拿到那個 跟龍的感覺應該是蠻特別的 呃...很開心啦 但是我覺得 現在只是這是一個過程 因為 接下來我們還有更多 挑戰要去完成 你有後座這麼多的同一次的球員嗎 很少齁 好像都季歐賽 對啊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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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不要季歐賽也沒有人 對阿 對阿 阿 只是樂天香下週 這個有比較多的補賽要進行 喔呦...就這一棒掃出去 還蠻扎實的 看著球是十二紅出現了 哇...其實是球數上原本雷霸是領先的 但是混血王子這一棒 兩分打點的HOME ROUND 本季第十二紅 繼續領先在拳雷打榜上 這是一顆沒掉的一個變化球 只差球頭的位置你看 剛好掉在幾乎是五號位 而且他打的是中間 四百英尺最遠的距離耶 沒錯 那林安可的拳雷打 並不會看似在哪一個 落點啊 他不會選擇在...只是在右半邊 他其實他的拳雷打幾乎都在 中外跟 有關 有關